我的老家茂名高州 是全国水果第一市 从小路边随处可见的荔枝树 非子啸 黑叶 桂味 白糖鹰 整个一个荔枝会摧 好吃 但是吃太多了 弄得满手都是 哎 你这播法不对 广东人播荔枝是有标准手势 沿着柜位中间那条清晰的分界线 轻轻一用力 荔枝就脱壳而出 很多人爱吃荔枝 但不懂品种 就像看到各个版本的奥特曼一样 根本分不清 非子啸的话 在荔枝当中 它是属于是比较早熟的一个品种 它的口感的话 是八分甜 两分酸 它这个桂味当中 略微带一点点色味 白糖鹰的话 它为什么叫白糖鹰 鹰是以前是一个罐的意思 它储存白糖的这罐 就是像蜜罐一样 果肉是纯甜的 一点酸味都没有 桂味荔枝的话 它带着淡淡的桂花香 特别的脆 特别的甜 颜色粉红色的 非常的漂亮 在没有电商平台之前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冒名 有这么好的这个荔枝的资源 我们当地的话 这个之前都是走的市场销售 然后那个知名度非常的局限 运输的成本也非常的高 我们直接销售出去 我们只有一个快递的环节 没有那么多的中间商 然后我们这个价格的话 能够压下来 非常的实惠 我们通过电商拼多多 我们可以搜索到我们广东 冒名的这个贵位历史 轻轻松松地获得这一份美食的快乐 下载N视频APP N种方式 打开世界 ESE 希望能不能够